雙方陌生的狀況下 設立目的 建立投氣關係 引導 最後就偷走你的心了 但我最後想說的是 技巧就像是一種行銷 但過度的行銷是好的嗎? 因為本菜的好傻話 歡迎回到偷心教室 我們今天要來說的就是 利用投氣關係 讓對方的心被你牽著走 今天這道目的 是要讓對方跟你產生信賴關係 誘導對方進入對你有利的情境下 聽起來是不是有點黑暗? 通常會使用這招的人 他們基本上都已經設想好了一個目的 然後就會利用投氣關係 引導到他們設定的目的 讓你的心不知不覺就被牽著走 那我今天就來揭開 這套路隱藏的秘密吧 那為什麼我說 今天的套路有點黑暗呢? 因為投氣關係原本是 心理醫生跟患者 要建立信賴關係的一種心理治療術語 主要是要卸下對方的心防 讓彼此產生信賴和毫無拘束的一種狀態 有助於他們在談話的過程中 可以聽見對方內心的想法 也就是說你們很常聽到一些 把對方心撩走的攻略 就像是在和對方聊天的時候 千萬不能用審問的方式 一直去做聊天的內容 因為審問法就是很直接要獲取對方的資訊 就像是安安幾歲住哪 這種很無聊的問題 很容易讓對方產生反感 這樣就無法建立信賴關係囉 但通常教你一些卸下心防的招式 都是歸屬於在建立投氣關係裡的運用 建立對方的信賴讓對方感受到舒服的狀態 那你有想過建立完之後呢? 那就是我接下來要說的目的 這個目的會開始分類好人與心懷不軌人 為什麼呢? 你想想看 心理治療師要治癒患者使用了投氣關係 是要讓對方信任而講出一些自己內心的話 再進行治療 所以治療就是使用投氣關係裡的目的 意思就是你利用投氣關係的目的 是壞事 那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喔 不論是感情或是生活上的任何事 都是有可能被拿來應用的喔 所以學習偷信也要學習如何防範被偷 那以戀愛來說 通常會以什麼手段來建立投氣關係呢? 那就是共同體驗 就像是看過同一部電影 或是去過一樣的地方玩 以前讀過同一間學校 利用這些共同點 讓對方產生一種熟悉的感覺 因為你產生了熟悉感 你就會認定目前是安全的 然而這時 投氣關係就已經開始建立囉 通常那些高端的人 會採用引導你說出更多的經歷 和你感興趣的事 從中獲取他們想要的資訊 所以這個偷信的套路流程就是 雙方陌生的狀況下 設立目的 建立投氣關係 引導 最後就偷走你的心了 但我最後想說的是 技巧就像是一種行銷 但過度的行銷是好的嗎? 因為本質始終會被發現的 所以你不想被套路捕獲的話 你就可以想一下 現在或是往後 是否有人在對你出招呢? 好啦,影片今天到這邊結束了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喔 我是阿華,偷信教室 記得訂閱 有訂閱的可以按喜歡 我們下次見 掰掰